Planologis 我是阿玉废陀仪式July 在我的前几支影片当中 我示范了如何可以在家里面进行全身的阿玉废陀油压阿比安卡 在今天影片当中我要与大家介绍 在家里面帮自己进行阿比安卡的时候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 还有就是你要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按摩油 在阿玉废陀的古书当中 Achaya们有提到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以下几种状况的话 你不应该进行全身的油压 局部的油压是可以的 可是全身的油压不建议 第一个现象是 如果你出现了连续几天食欲不振 消化不良 甚至便秘腹泻 又或者是痔疮出血 以及身心沉重 头脑昏沉的这些现象的话 你不应该进行阿玉废陀的全身油压 因为在这个状况之下 有可能是你身体里面专门负责管理 消化吸收代谢的那个功能的阿玉废陀出了问题 而且也代表着你体内可能正有毒素的产生与堆积 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进行全身的油压的话 可能会让你的身体状况变得更糟 第二个不适合全身油压的时机是 你刚好发烧 或者是出现了急性发炎的症状 这个时候代表你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比较弱 或者是循环功能比较差 代谢功能比较差 如果进行油压的话 有可能会让你发炎与发烧的状况更加的严重 第三个不适合进行全身油压的时机是 女孩子生理期的前三天 因为在生理期刚出血的前三天 阿玉废陀们认为 我们的消化代谢活会比较弱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女生 在生理期刚来的时候会食欲比较差 全身手脚容易冰冷也比较胃寒 此外在这三天当中 女生的能量流主要是从腹部往下走 如果这个时候你进行全身油压的话 有可能会干扰到 精血它排放的这个能量的走向 所以在生理期的前三天 我们是不建议进行全身油压的 当我们了解了什么时候 不该进行全身油压之后 其他时候都适合进行阿比安卡 那么在一天当中 什么时候最适合进行阿比安卡呢 阿玉废陀们表示 早上是适合进行全身油压的 尤其是在洗澡之前 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阿玉废陀的按摩 会是在洗澡之前进行 而不是在洗澡之后再上油呢 当我们将全身上油的时候 这个油不是只是停留在皮肤表面 它会走入我们的生理系统 进入我们身体各个不同的组织当中 如果你的消化代谢波比较弱的话 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出现了 觉得全身比较沉重的一个现象 因此在按摩完之后 全身上完油之后去冲个澡 冲澡的热水的热气会帮你代谢掉 因为油压所产生的沉重感 可以获得一个平衡 此外按摩油的油分与滋润度 可以保护你的皮肤表层 不让过多的水分在冲澡的过程当中流失 也因此阿乔亚们说 早上有太阳的时候 在洗澡前进行油压是最适合的 如果你平常是晚上洗澡的话 也没有关系 你就是在洗澡之前进行完油压就可以了 你或许会问 那我适合在睡前帮自己按摩吗 没有错 睡前的按摩 舒缓手法的按摩 可以帮助你睡得比较好 可是我们并不建议你进行全身的按摩 你可以做局部性的 比方说脚底按摩 或者是头皮脸部按摩 又或者是简单的掌心按摩 我之后都会拍摄影片教大家如何进行 关于阿玉肺陀的自我按摩 除了什么时候不该按 什么时候最适合按之外 最常被人们问到的问题就是 我到底该如何选择我的按摩油 在阿玉肺陀的传统当中 我们是不使用精油来进行按摩 或是任何体疗的 阿玉肺陀的草药油 主要可以粗分为三大成分 第一成分是油 这个油大部分都是芝麻油 其次比较常用到的基底油是椰子油 或者是酥油 比较少见的是碧麻油 以及芥末油 而第二大部分是液体的部分 液体的部分我们有时候会使用水 有时候会使用草药茶 或者是新鲜的草药汁 或者是汤品 比方说肉汤大骨汤 如果这个油是比较滋补功能的话 又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使用牛奶 优格 或者是羊乳 第三部分是干燥的草药粉 阿玉肺陀的草药油在炼制的时候 是将这三大部分的所有材料混合之后 放入大锅当中做熬煮 在古书当中它有明确的记载 依据我们所使用的方式 以及要使用的部位 以及所想要达到的功能 你在炼制的时候会炼制到不同的阶段 一般人在家中如果无法取代阿玉肺陀的草药油的话 你可以用以下几种油品来取代 我们最常建议的是使用芝麻油 其次是椰子油 最后是酥油 有些书上会建议说为了要平衡kappa能量 或者要建议为了要平衡体内比较湿重的能量 可以使用芥末油 可是因为芥末油单纯使用 它太热太锐利了 有可能会伤害到你的皮肤 所以在阿玉肺陀的传统当中 如果是要平衡kappa能量 或者是要达到平衡体内过湿过重的能量属性的话 我们不会用油压 我们会使用肝擦的方式 我们叫做Gashana 以后我也会拍视影片教大家如何进行Gashana的自我按摩 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芝麻油 椰子油或者是酥油 停留在皮肤上的味道 那么在华人的生活圈当中 比较容易取得的其他油品 你可以拿来做取代的是比方说杏仁油 胡椒巴油 或者是葡萄籽油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介绍 如何挑选适合你自己这个当下适合的按摩油 在阿玉肺陀的传统我们说 了解自己的先天体质很重要 可是掌握自己当下的失衡更重要 如果你对于自己的阿玉肺陀先天体质一无所知 也对于自己当下失衡不了解的话 你可以做的是依照季节来做挑选 我们说像台湾春天这种湿冷的气候的话 比较不适合做油压 会比较适合做我刚刚提到的肝擦法 所谓的Gashana的按摩手法 那么夏天因为比较湿热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想要帮自己做按摩的话 你可以用椰子油或者酥油 或者也可以省略自己按摩的这一块 而到了秋天多风干燥的季节 任何油品都很适合 尤其是芝麻油以及椰子油 而到了冬天多风干燥又冷的这种天气 芝麻油是最适合的油品 否则的话任何的油品都很适合 如果你手边只有一般芳疗常见的基底油的话 我们说杏仁油比较适合在 秋天多风干燥的时候使用 荷荷把油比较适合在夏天或者春天 比较湿的时候湿气重的时候来使用 葡萄籽油的话 这是一年四季都很适合 好在这边帮大家复习一下 关于阿玉废陀的居家自我按摩 最不适合进行的时候是 如果你刚好那一阵子食欲不振 发烧全身沉重 或者是女孩子生理期的前三天 而每天最适合按摩的时候是洗澡之前 最适合按摩的按摩油是 芝麻油、椰子油 以及ujoba油与杏仁油 我希望今天的影片内容对你是有帮助的 有任何问题的话都欢迎留言发问 我会在以后的影片当中为大家做解答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Namaste